12月23日凌晨6时左右 不少北京网友看到了天空中出现的神秘光线图 北京市气象局官方微博气象北京发文表示 奇怪的云应该是飞行器伪流 那么飞行器是如何产生这些神秘伪流的 哪些飞行器能够产生这种奇怪的云呢 最常见的是飞机形成的航气云 或者称凝结伪迹 这主要是喷气式飞机发动机喷出的尾流中的水蒸血 预冷凝结形成的 这种凝结伪迹成白色 日常生活中还是比较常见的 由飞机形成的航气云多在白天可以见到 因为飞机飞行高度多在2万米以下 航气云形成于对流层上平流层底部的统温层 白色的航气云在蓝天映衬下比较明显 由于其高度相对较低 天空完全暗下来之后 地平线下的太阳已经无法照射到这些航气云 所以夜间观测到的几率较小 另一类则是火箭发动机形成的 包括发射航天器的运载火箭 以及射程较远的弹道导弹 火箭和导弹形成的伪迹 和喷气式飞机形成的凝结云之间有共同点 也有属于自己的特点 火箭发动机通常分为两类 一类是液体火箭发动机 另一类是固体火箭发动机 液体火箭发动机特别是使用液氢液氧 作为燃料的火箭发动机 尾焰中含有大量水蒸气 在高空遇冷后也会凝结形成伪迹 而固体火箭发动机的排放物中 大多含有一定的固体颗粒 在阳光照射之下更为明显 航天器伪迹通常在非常高的高度层 由于距离较远 白天很难观测到 因为航天器飞行速度很快 地面观测者距离其非常远 白天的对比度又不高 所以很难在白天观测到 而接近日出或日落时 天空偏暗 此时太阳虽然在地平线下 但是由于航天器的伪流 和伪迹的高度很高 阳光能够照射到这些伪迹上 伪迹与暗色的天空 能形成比较明显的对比 所以大多在此时间段 能较为明显地 观测到形成的伪迹 有时航天器处于主动段 发动机伪电和伪流 在暗夜衬突下也比较明显 也能在较远距离看到 在形状上 由于运载火箭 会快速穿过对流层 平流层和中间层 各层风向较复杂 所以往往导致伪迹 呈现九曲十八弯的效果 让我继续转的感觉 有点像对流层的效果 那我继续转的效果